高务市长韩国瑜先前说 青少年吸毒者占吸毒人口的52% 被内政部长徐国勇打脸说 占柄只有0.37% 韩国瑜不止吸毒数据吓坏人 中午脸书直播 畅谈青年政治又嘴快失言 说凤凰都飞走了 近来一大堆鸡 尽管事后三度解释 还说自己鼠鸡才会脱口而出 但已经成为被哭搜的对象 28号的治安汇报 韩国瑜语出惊人 说18岁以下吸毒的占52% 这数据怎么来的 我是毒房局补充一个报告 18岁到24岁叫青少年 我根据毒房局 就是这个青少年吸毒的 那18岁17岁16岁 这些大概统计占52% 吸毒数据被警政署打脸 说是占0.37% 韩国瑜不止吸毒数据吓坏大家 接着中午直播谈青年政策 又一时最快 人才要是一直不停地流出去 只有劳动力进到台湾 这会形成一个问题 凤凰都飞走了 进来一大堆鸡 这也是个大问题 我刚才直播都讲凤凰跟鸡 我的意思是不要让凤凰飞出去 外面海外凤凰不要走 鸡 然后不要让海外的这些凤凰来 然后鸡也一起来 海外的人才人力都要进台湾 那我为什么要再重申一遍呢 我怕到时候又被曲解 怎么你老是讲鸡进来 或者凤凰不进来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自己是属鸡的 知道讲错话 韩国瑜三度解释 还说自己属鸡才会脱口而出 这回事后 澄清讲了至少两分钟以上 不过讲出去的话 也马上被实力立委参选人 哭手 发文要市长说清楚 讲明白谁是凤凰 谁是鸡 东森新闻 虞虾熊 赖负责在高雄台北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文贡献